一部优秀的动漫,不仅需要拥有精彩的剧情,独特的人物设计更能为整部动漫增添无数的光彩。 当然,在人设方面除了个性要突出之外,名字也是非常重要的设定之一。 一个好的人物名字往往能够给漫迷们留下良好且深刻的印象。 可惜,因为文化他意的缘故,有些日漫作者在启明时偏偏不喜欢走寻长路,要么没有考虑到知道中文的漫迷感受。 特别是这些日漫角色的名字实在过于奇葩滑稽。 听到就想笑,子王八,作为动漫属性同好会中的超人气角色,子王八不仅拥有英俊的外表, 超强的富豪家族背景更是令人羡慕不已。 可惜如此完美的人物,却完全毁在启明背上。 子王这个性对于日本人来说并不算太罕见。 但是配上八这个字后就十分让中国漫迷无语了,我懂感觉他父亲是想将儿子当乌龟呀。 一场春梦,这位登场于中二并也要谈恋爱里的粉毛妹子。 长相可爱萌呆,可惜同样被这充满失忆的名字所拖累。 一场春梦,一场春梦,是想一下现实中有人这样大喊您的名字。 不仅怎么看都像在念诗的感觉。 但是说起这个名字就让人感到很难为情。 尴尬十足,床前小百合,在名侦探柯南这部连载二四年的经典人气动漫里。 因为是案件类单元剧的关系。 出场的配角数不深属,其中有些配角的名字更是奇葩到没朋友。 大神扫,如果说前面三位日曼人物的名字还不足以令你忍俊不惊。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这两位妹子的姓名。 风之圣痕这部古老的动漫也许很多新漫迷都没听过。 但老漫迷们一定有印象。 里面神指一族的分家,大神家的女儿兼言术诗的蒙妹子大神扫。 就是位名字非常奇葩的女生。 本身大神正姓在国内漫迷听起来就特别霸戏。 天天配上了扫这个奇葩的名字。 实在让我无力吐槽,想想妹子在课堂上自我介绍的时候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。 你估计80%的男生会笑趴在地吧? 房仁扫,前有大神,后有房仁。 两位妹子简直是绝配。 这位出自日曼地球守护者的双马尾眼镜娘。 原本从人物外观设定上来说丝毫没有任何问题。 修答答的蒙呆个性甚至是无数阿宅喜爱的类型。 可惜被作者启明时摆了一道。 房仁这个性还不算太奇葩。 毕竟日曼看多了这些奇奇怪怪的姓氏对于曼迷来说也是司空见惯。 可搭配骚这个字后,整个名字给人的印象瞬间不一样了。 我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总喜欢用骚这个单字当名字。 而且大多还是用在妹子身上。 试想一下要是搭配起客间。 我妻这类姓氏后,感情谁听到都容易想歪吧。 这些日曼角色的名字太奇葩。 国人听到就想笑。 作者你是故意的吗? 像日曼中比较常见的我妻有奶。 国妻草灯的名字,比起上面几个来说都是小意思。 毕竟汉字文化国大精深,即便同样的字和词语都拥有多种含义。 并不是像日曼作者表面理解的那么简单。 所以这些日曼角色的名字在我们看起来非常奇葩。 啊,也是合乎情理。 我们看起来非常奇葩。